哎呦 选举快到了 现在传出有人认为他被白色恐怖了吗 这是清明党的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他日前控诉国安局用电磁波来攻击他 而今天林瑞雄他出面更明确地指出来说 国安局在他宣布参选的当天下午 就到他的家外面 时间是长达了三天 只不过一开始媒体追问林瑞雄的时候 他强调说他是有证据的 手上还有文件 但是记者进一步问他 证据在哪里的时候 林瑞雄这个时候却说他并没有证据 记者应该自己要去查 而面对了林瑞雄的指控 国安局是郑重否认 穿白外套戴黑帽 国安局的随护要帮林瑞雄带路开道 还要透过耳机联系保护他的安全 但这微弱的无线电波 难道就是他口中 国安局对他发动的电磁波攻势吗 我们前面三天 9月20号下午就开始保护 我会觉得9月23号会离开我 住得很好的红树林团时 他们应该去考虑吧 时间回到9月20号 上午宋楚瑜才召开记者会 正式介绍林瑞雄 下午就有人到他家电波攻击 只是证据呢 我有事实证明 而且我有document 到底有还是没有 林瑞雄短短几分钟内给了两个版本 用正常说明自己的状况 林瑞雄更对副手电视辩论充满自信 两个都有很多败笔 很多漏洞 一来讲当嘴来突然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我用我赤子之心 就可以对付任何子 刚踏入政坛的林瑞雄 口气不小 不过电磁波事件 国安局否认到底 但林瑞雄要民众相信 靠的只是他在学术界 累积的专家名望 TVBS新闻 庄庭豪 陈正汉 杨静泉 海北报导